好,说完了上海独立的不现实性以及一些概念,有的观众会说,独立有这么多坏处,你无非就是反对独立而已嘛 上海独立的呼声在推特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很多人对此恨的是咬牙切齿 说实话,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研究了很多,所以我现在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 如果有观众对这个抵触了,请不妨听完这一期节目,整个的听完 很多人对此非常的激动,是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独立的呼声对中国的民主化有非常大的害处 因为国家的四分五裂是中国人至今不能民主的一个核心原因 大家担心一旦民主了,一旦失去了一个核心的权威或者是共产党 就比如说共产党,那么中国就会大乱,国家四分五裂,国将不果,中华民族就将消失 所以现在独立派不但没有向中国人解释,中国人可以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团结起来 继续延续中华文明,延续一个更好的中华文明 反而没有打消他们的顾虑,反而是救过下面,增加他们的担忧和恐惧 因为我民主,所以我崇高,我追求自由,我就是要独立 你还不许阻拦我,你要是阻拦我呢,你就是被专制洗脑,你就是暴政于民 而且甚至有的独立派不仅是要追求分裂了,他追求的就是消灭中国文化 当然他们内心认为他们的理由非常崇高,认为中华民族是有毒的 所以我消除这个有毒文明,我有利于全世界 这样的想法不仅是一种自正循环,而且与国内的反西方势力构成了一个互动的思索 因为我崇高,因为我这个行使这个行动呢,非常难 你国内你要反西方势力,你要消灭我 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反对你,就是要跟你不一样 然后国内人因为你这个不一样,因为你要做这个事 所以我要消灭你,所以双方就死索 而且是都是自正循环 国人他本来的信息就受限 虽然这个独立运动是个别言行 但是国内对海外舆论本来就了解不多 印象已经刻板定型 他一看你都是这种极端言论 又因为极端言论的传播效果 要比理性的声音要大很多 所以在网上极端的这种言论 他的点击率其实也要比理性的点击率要大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国内人一看到这个,他就更加相信 国外确实有反华势力 实在是非常危险 而共产党说的确实是对的 都说中国人玻璃心 都说这个中共渲染外部威胁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外部威胁是真的呢 真的有人去行动 那么玻璃心呢 就是一种对原则的坚守和敏感 而所谓的奴性呢 就更是一种团结或者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的这么一种团结精神 你就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了 其实不管是内部 还是西藏,新疆,香港,台湾 很多的独立呼声 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都不是一开始就诞生的 很多都是因为 特别是中国内地的 都是因为政策的倒行逆势 引起的逐步升级 不管是内地啊 上海啊 什么东北啊 内蒙啊 还是甚至是西藏独立 一开始我们也说过 都不是一开始都追求独立的 那么他这样就催生出一个 反独立的产业 有人统计过说国内有60万人 现在就更多了 可能达到100多万人 吃反分裂饭的 学者也好 维稳力量也好 那么现在你很轻率的提出 这个上海独立 就更加激化矛盾 而且转移国内矛盾的视线 就扩大这些反分裂的 这个产业链的延长 增加他们存在的理由 然后呢 这些效应 上述的那些害处 还让中国国内民主改革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维权的声音 为地方这个独立派说话的声音呢 就非常的尴尬 这个一下让当局的声音就变强 当局的合理性变强 那国内理性的声音就只能让路 以上我说的这些给国人造成的困扰啊 我本人都经历过 他们一看国外的言论 在我向他介绍 当然我不是介绍这些言论啊 我介绍是一些 就是民主理念啊 那些 他们一看看到了这些独立的言论 或者看到了国外藏独 将独的旗帜 飘扬 那些视频 他们都非常的敏感啊 一下就对原来的讨论 一下兴趣所然 他们觉得非常的危险 我还不如不讨论那些事啊 国外一旦是民主自由了 就全是这样的前景 非常可怕 我要花很长时间耐心的去 再给他介绍更多的背景知识 他才缓过来 但更多的国人是没有这个时间 去接受这么多信息的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你提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另外我以前也提过 甚至在美国对中国的交往中 也要特别注意类似的问题 特别像民族问题 统独问题 甚至是领土问题 比如就像南海问题 这个已经是非常有争议的 但是他如果很轻率的行动的话 他这方面打压一分 就可能抵消那一方面 这个这个启蒙的很大一部分努力 所以他在涉及领土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施压也要讲究一个方式 有时候你方式不讲究的话 就不是在说打压中共 你在帮助中共茁壮成长 如果国内人都抱有这种国外 非常危险的想法 认可中共的说辞 那么就算闭关锁国回到朝鲜 也有很多中国人支持 而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反对 也只能被裹挟着 如果回到朝鲜 那是个超级大的朝鲜 你想朝鲜都存在了多少年 那么中国闭关锁国的中国 会存在多少年 会造成多大的人权灾难 可能我们这一辈或下一辈人 都看不到中国变好的那一天了 那么很多现在发泄的很爽的人 说不定会终身失望 那纽约时报 不是说有个实验吗 海外留学生 海外华人 为什么不看外媒 即使他可以翻墙 给他翻墙工具 国内的人也不看 那其实除了这个习惯问题 信息接受的这个强度 因为媒体信息披露到你接受 它是要一个强度和时间的过程的 这个时间太短 强度少 可能形成不了习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外面确实信息语龙混杂 有很多极端的言论 虽然他们是声音 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因为极端的这个刺激性 让他们会质疑整个外部媒体 会产生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所以好 那说的上海独立啊 独立的坏处啊 那么很多观众 其实心里很不舒服 就说你无非就是去反毒嘛 你无非就是跟中共 穿一条裤子嘛 说话都一样嘛 那么如果有这样想法呢 那你不妨再多看几遍 再认真的思索一下 另外出于一贯的 我们的理性客观和中立的立场 我们也要说 上海独立有没有正面意义 其实还是有的 首先呢 他把统独问题比较正式纳入了海内外华人严肃讨论的范围 让这个言论自由禁区扩大了很多 言论自由 它是一条铁律 而你禁区太多的话 会束缚你的思考 近代的中国人 当代的中国人 在统独问题上 他还处于一种 一听到就激动到浑身颤抖 热血上涌 没有办法讨论的状态 就像在英国苏格兰攻头的时候 央视上 有一个中国的学者 叫嚣要把当代华莱士给活寡了 那种激动的镜头呢 恨不得就是 替身 化身为英国人 去攻打乌克兰 苏格兰 或者是甚至 替英国首相 把这个核弹发射到苏格兰岛上 留岛不留人 那正是因为现在上海独立呢 其实不具有现实性 所以大家反而可以相对安全的 来冷静的来讨论这样的敏感话题 然后呢 第二点 上海独立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近几十年 广东独立 有人在Facebook上建立了 大跃省什么独立的这个账号 还有东北什么满洲和协会 这个呼声也存在很多年 还有内蒙古独立啊 背后是人们对这个中共的政策水平 第一阻碍地方发展 我前面举过例子 还有就是治下的文化单一的一种极度厌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一个上海独立的呼声 背后就有几十万上百万上海人 或者江浙户人 或者全国其他地方人 对这个中央的一种厌恶的情绪 别的不说 你每年春晚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网络吐槽 吐槽北方的笑话 吐槽吃水饺 什么咸的甜的豆腐脑 等等等等 其实不只是南方人讨厌春晚 其实东北人也未必喜欢 这个所谓北方的春晚 这种简单的大一桶 把什么东西都混成一锅浆糊 反而失去了所有地方的特色 而现在很多地方都担心自己的 方言文化逐渐消失 这也是这个独立呼声 或者地狱文化崛起 这个自我认同感加强的一个心理背景 就说明这现在中共这样的中央集权制 非常单一而简单 它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 也不能给人一种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所以大家 离心力是逐渐增强 而且中共呢 它不但不思改过 它还要再提到道路上一意孤行 最新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上海姥姥 让上海人不说外婆 不说婆婆 要说姥姥 这个不但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有巨大的损害 不知道这些中央的决策层 它是怎么想的 所以上海独立的呼声 就让人们直面一个深层次问题 如果这个中央不行 那离心力就会变强 这是一个物理规律 如果我忍受不了你 我就想逃 虽然逃走的路径各有千秋 而且不一定每条都走得通 但是核心是 表达对这个中央政府的不能忍受 所以有一种统一是要反对的 就是反对一种强行武力统一 而不是更多的凭借 背后的统一的种种的好处 一种天然的统一 要反对的是那种强行抹杀多样性的统一 而且是不合理的抹杀 不合理的强压政策 去压制别人人身自由 生育自由 信仰自由 文化自由 而这种统一 可以说完全是一种 没有必要的统一 还有更进一步 就是在资源分配 民族政策上 你的统一就是别人的灾难 比如说对新疆 它的核心问题 你当地的 不管是汉人 为人 他们的官员 也都非常清楚 核心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 新疆是一个资源异常 丰沛的一个地区 虽然自然条件差 地底下的 但是地底下宝藏特别多 那么西部大开发 新疆人过了一两年 就明白 原来西部大开发是开发我们 然后西西东书 是有利于你们 那你还开发我这干什么 你这不就是抢劫吗 那么以上这种种统一 那就不但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或者统一的好处 是直接侵害了自身的利益 你不让人办清真寺或者不让人自己自由设立自己的语言的学校 直接让人感觉到越来越无法忍受 憎恨这个政府 进而走向武装反抗 所以虽然说统一可能是中国人天然就有的情怀 他也有种种的好处 中国人好像不希望各个地区国家四分五裂 但是这个武装独立就跟那个暴力革命一样 都是人们所不希望 也不符合当时的宪法 但是这都是大自然或者上帝赋予人们的终极的 手段 所以说所有的独立诉求都不是横空出世的 都是有背后必然的原因 还有个例子就是香港前阵子被取消的民主党 他们的组织也参加过雨伞运动 争取过真普选 那么中英安用蛮横无野的理由强压 结果有越多越来越多的香港的组织脱离了传统的香港民主派 追求独立 所以当所有的希望都成绝望 那么独立就是最后的呐喊 所以我最后呐也不是最后 就是想说的是统一和独立都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标 而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获得感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而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 所以统一尽管有诸多的优势 世界在走向大同 正因为如此啊 当代的中国人 特别是国内人 这话对国内人说的 他更应该问的是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中国在处于一种好像历史盛世 GDP世界第二大国的时候 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独立的呼声 为什么原有的独立会越来越坚决 甚至本来不应该出现的呼声 现在成为了现实的议题 所以当下中国人应该做的 不是一听到官方一面之词 去珊瑚就急吼吼的 非常激动的捐出一跪工资 甚至捐出一条命去鞭斥那个寻求独立的人 而是更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些人会寻求独立 作为统治者的中国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香港如此 台湾如此 上海更是如此 特别是上海独立的呼声 让人更加对中华文明的存亡 有了一种现实的危机感 他用现实告诉国人 这个文明不是与生俱来 中华民族也并非是盘古开天辟地就诞生的 国家的名称江界也并非是亘古不变 一国的政府 政治文明如果长期落后 甚至逆流而动 你必然导致离心力增加分崩离析 文明的消亡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现在中共对待多元化的诉求 他不但不思改进 他更加坚决的一元化镇压 不管是上海姥姥 新疆的集中营 香港的抓人 关书店 还有这两天的台湾的85度奶茶事件 那么你这样一条道走到黑 那么想摊牌的人 想不顾一切去武装抗拒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现在你可以经济还行 你可以靠经济压迫这个压迫那个 你还去沾沾自喜 你维稳力量还能撑得住 但是你的人心道义 你的外部的同情 你在逐渐的丧失 国内人呢 也因为国内的局势和矛盾 也在对时事渐渐的心冷 那么等到你经济不行了 等到你内部的人心已经完全换散了 等到外部的矛盾也加剧了 那那个时候就一切都完了 所以本期节目呢 本来是主要以讨论上海独立的 这个不现实性为主 顺便阐述一些概念 也承接台湾统独话题 那么就恰逢这个 这个蔡英文过境85度事件 就让我更多的多了一些思考 也让我甚至更加理解那些 独立的主张者 他们的不耐烦 时代变迁之际 作为这个统治者的中共 如果再以这种故事而顽固的脑袋 应对时下的复杂局面 以后的矛盾和麻烦只会越来越多 等到这个经济内政 外交人心全面交困的时候 可能中华文明 要真正面临一次分解消亡的危机 如果危机不幸发生 在过后 肯定还会有数亿自认为是 中华儿女 华夏儿女的这些普通中国人 他们是不会放过中共这个历史责任的 这一点我希望 当今的统治者心里要明白 好 今天的节目呢 也唠叨叨叨说了太多了 那么就上海独立呢 顺便延伸了一些独立的概念 其实都属于入门的常识 抛砖引玉 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理性的思考 另外我也希望 这期节目说的也比较透 说的也比较全面 可以减少网上很多无效的争论 有些概念呢 是所有地区的共性 但是更多的呢 包括西藏新疆香港台湾 这些都有各自的 个性需要单独的讨论 这个我也再次声明 有关于台湾 统獨 其他的地区的统獨问题呢 以后有时间再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 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 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